我比任何人都明白 此时此刻 台湾正面临的巨大危机 它不是单纯的市场经济的问题 而是地缘政治 联动引发的产业 人才锻炼 和随时可能爆发战争的风险 如果让中华民国台湾 过去创造的民主典范 和经济奇迹 不会功徽一篑 巨朝先进科技国家前进 是台湾人民跨世代的愿望 也是台民争取参选 2024总统的动力 我们身处美中对抗的焦点 同时又是美中经济的连接点 它有条件成为 化解美中对抗的关键影响力 只要我们有一位 距国际高度 以和平为念的领袖 现在全世界都渴望和平 B站是 当然是领袖最重要的责任 他的B站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 化解美中对抗 我刚刚提过 第二 不能让民进党执政 我身为一个怀有全球誓言 拥有多方关系的国际企业人 我应该挺身而出 解决传统政治人物 不能解决的危机 我愿意做 两千三百万台湾人的仆人 奉献我在国际社会上 累积的智慧和人脉 用我一生的余命 为中澳民国的生存发展而战 为台湾人民的安全幸福而战 我愿意全力争取 国民党的提名 与赖金德副总统 来一场君子之争 我虽然是商场老将 可是却是政治新手 你们的批评指教 我都以感恩的心情看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